作为球迷,当你在电视前目睹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绝杀球时,你的反应相信一定不淡定吧。 试着想想那些在现场看球,沉浸在紧张气氛中的球员和球迷,当他们亲眼见证那些超级绝杀时,他们又是什么反应? 一、詹黄绝杀让奇才球迷怀疑人生一六到一奇赛几奇才和歧视的比赛中,詹姆斯最后六秒上空篮不尽,让球队陷入了没有暂停落后三分的绝境。 正当奇才球迷开始庆祝时,詹姆斯接乐福长传,转身面对对手的封盖高难度三分出手,结果打板球尽,看看奇才球迷这反应,完全是在怀疑人生啊。 而上赛季和步行者的季后赛,詹姆斯最后时刻再送绝命三分,看看对手这绝望的表情。 虽然詹姆斯老被吐槽关键时刻甩锅,但今年的季后赛已经证明了他的绝杀球能力有多强。 二、库里还未出手雷霆球迷及爆头绝望库里关键时刻的三分就像一把杀人的剑,刀刀剑血。 对此雷霆球迷就深有体会,15-16赛季勇士客场大战雷霆,两队敖战至加实赛,依旧是118比118,杀得难解难分,手握最后一攻的库里刚过半场几步,就超远三分出手,球还没出手那一刻,竟然就有很多雷霆球迷抱头绝望了。 库里关键时刻的冷血几乎是所有球队的噩梦,对阵开拓者,虽然不是绝杀球,但他在加实赛赌卡17分,看得开拓者老板目瞪口呆。 三、维德被科比气到想砸更衣室。 2009年12月5日,胡人主场迎战热火,同时也是科比和维德,两位当时联盟最好的德奔后卫的巅峰之战,结果科比起码射箭,送出今天压哨绝杀,看待了所有球迷,气得维德都想砸了科比的更衣室。 当然科比的魅力,甚至都能让对手球员倒戈,当年他错失绝杀森林郎,结果森林郎队员拉文确实满脸失落,仿佛自己是胡人队的一员。 四、迈迪35秒13分。 把对手打猛逼迈迪当年的35秒13分,堪称NBA历史最佳的力挽狂澜个人秀,这场表演是把球迷给看爽了,但对于马斯的一些球员而言,那可能是伴随职业生涯的阴影啊,特别是最后时刻送上致命事物,成就迈迪绝杀的马斯后卫不冷,这呆滞的表情,正好被拍了个阵者,Russel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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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